听说有的人要请所有人吃饭 更正一下 这个所有人是指除了段选以外的所有人 因为我单独请他吃好的 再说屁话不要当真 我教你们如何应对这种问题 教你们如何应对 当如果你感觉到不太对头 你求生欲望突然爆发了 怎么应对这个问题 说到这个双十一 我跟你说 双十一天晚上 就是说跟段选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女人 太可怕 我都不知道 她工作交到我手上了 她哪来的钱买那些东西 我就看她 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是在车上 然后她就躺下 然后就反正就是我能看到 她能看那个李佳琪的直播间 她肯定以为我没看到 但是呢 其实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 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 我就看到她刷那个李佳琪的直播间 李佳琪说 三二一 她那个什么 所有女生 然后我就会 真的很过分 然后我就默默的在 她背后 又用来一句 呃 然后说 哎呀没有了 是我要用的东西 可怕的女人 我本来觉得我已经 我这个双十一有些过分了 因为其实现在还不算真正的双十一 因为现在只是负定金而已 我觉得我到真正双十一会买很多衣服什么的 好 好